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老人下水游泳 全都焚了魂童的故事,魔剑 美国的一所养老院里住着很多身患重病的孤寡老人 他们的人生本会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悄无声息地结束 直到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富翁 包下了一艘游艇和养老院旁边的游泳池 一群人白天出海将海底的巨简打捞上船 返航后就将其藏在泳池里 而养老院里的三兄弟总是会在每天下午去泳池游泳 就算泳池被包了,也阻挡不了他们想锻炼的心 更何况在别人的泳池里洗澡 是多么刺激又快乐的事情 没想到,这偷偷一洗,大家都变得年轻,充满活力 回到养老院后,共是对自己的老伴玩起了浪漫 度过了不如老年生活后的第一个难忘的夜晚 他们坚信是泳池带给他们的这一切 从此,每天都要去泳池泡澡 另一边,带着富翁一兴人出海的船长 抑制不住自己心里的好奇 想知道他们每天到底在打捞什么 于是趁机接近了一个同行的小姐姐 还偷看他换衣服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他撕下人皮的模样 原来,他是个外星人 不光踏实,船上除了船长本人之外 全都是外星人 给船长吓蒙逼了,立马跳下海 但在这茫茫大海中,他要怎么回到岸上呢 于是他又很不争气的爬回了船 幸好这是一群友好的外星人 富翁说他们早在一万年前就离开了地球 但还有些族人没来得及走 留在了亚特兰蒂斯 没想到他竟然沉到了海底 于是族人们就化成了一个个的巨简 在海底等待他们的拯救 富翁此行就是来带他们回家的 并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船长听到这里就放心了 愿意参与帮助他们的计划 第二天老头们又去泳池洗澡 富翁也刚好带着打捞的巨简回到了泳池 他们只能躲进柜子里 没想到富翁一星人将巨简放入泳池后 没有离开 而是退下了人皮变成了外星人的模样 把老头们吓得跑回了养老院 还跟警察报告了这件事 但是有谁会相信几个遭老头子的话呢 富翁还借此机会要告他们私闯民宅 老头们失去了泳池洗澡的机会 又变得没有了活力 于是去请求富翁 让他们进泳池泡澡 因为老头中有一个人已经身患绝症快死了 只能靠泳池续命 富翁也同意了 但警告他们绝对不能碰池子里的简 出乎意料的是 养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都知道了 泳池能够让人变年轻的事 纷纷跑来跟笑饺子一样往水里钻 还对巨简动手动脚 三兄弟也无法阻止 等到富翁回来看到这一幕 差点没气晕过去 将老人全部赶出了房子 然后打开了一个巨简 发现里面的族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而老人们之所以可以烦恼还通 就是因为吸收了简的能量 两三个无伤大雅 这跟下饺子一样的谁顶得住 能量被吸光了 外星人自然也活不了了 富翁本想借泳池 让族人孵化出来 明天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离开回到家乡 但如今能量不足 简承受不住长途飞行 只能看他们死在地球了 老人却提议 自己可以帮助他们将简放回大海 让他们继续在那里休眠 等待下一次的拯救计划 在众人的起心血力下 巨简全都安全地回到了大海里 富翁也对老人们提出建议 让他们去自己的星球生活 他的星球还能容纳30个人 在那里他们不用担心生老病死 会一直年轻充满活力 当晚老人们便都跟着富翁一起离开了小镇 在巨大的农物中 进入了外星人的飞船 而镇上的人都以为老人们是遭遇了海难 为他们举行了葬礼 这场集体失踪案 也终将会在人们的生活中被逐渐淡忘 所以有好的外星人 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家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其实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等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科幻战舰》等会》